台湾联合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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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力控制系统 军械武器系统等 这些零件规格 多是台军专用件 却因为不愿输出维修技术 而送回美国修理时间过长 等因素 现已陆续之下 预计到2025年 台神欧基地 将只剩一架 P3C反潜机 可以升空 对此有党内网友讽刺到 美国是爱台湾 还是只爱台湾的钱 也有网友说 在没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 这些P3C反潜机在战争中 只能坐以待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